我这些年啊 就是这个正式的这个看命啊 这个正好是二十 从从从从两千年开始吧 到现在正好就二十多年 二十四年了啊 这个算是本命年都过了这个俩了啊 从龙年到龙年 这些年呢又经历了什么呢 又经历了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时代吧 好吧 从这个两千年开始啊 加入什么零零二年零三年加入世贸啊 从这个零六年零七年开始这个个人护照啊 到这个十年前啊 一五年啊 一四年是正式的这个出来啊 在国外呢又看了啊 这么多年啊 从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时期 再到这个谁啊 肖布什什么包括啊 所有的这一切啊 所有的人生里面啊 其实呢 到我这个岁数啊 了解的人啊 我就经常开玩笑的说 我是一个这个看过最多钱的一个穷人 你说那些大资金 大公司 几百亿的这个资产的那些大公司啊 我也这个看啊 这个个人人家有钱啊 这个动不动 这个好 我昨天我这个开玩笑说呢 我说在你们这个墨尔本啊 花八百万买套房子啊 我说我听完了之后 我都想死去 八百万买套房子 八百万这个澳币买套房子啊 好吧 反正我呀 总结一下呢 呃 从我日后啊 在这个讲啊 讲这些专业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写了 写了很多了啊 我要按我专业的这个出书的速度 我是基本上 呃 一天拿出这个两个小时啊 我要写这些 我就可以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篇这个东西来啊 反正基本上啊 我在说啊 我每期讲专业的时候 其实说是讲专业 其实这里边真的有太多的是什么的 就真正的人生的这些 你说是感悟啊 真实的呀 还是这个罪管用的 其实我就特别想说啊 男的看什么 男的看财啊 男的是看啊 我就老想就说啊 呃 男的实际上到这个世界是负责赚钱的啊 女人是负责啊 这个桃花的啊 我们把桃花呢 范范子啊 美好的生活啊 那当然包括这个 这个年轻啊 美貌啊 这个生活的乐趣 情趣等等啊 包括文艺啊 艺术啊 这个看电影啊 风花雪夜啊 这些都是什么的 这些都是 其实女人来负责的啊 你比如说日本呀 韩国呀 他说还有着这个 早期的 早期的中国啊 什么都传承下来的 就是说 比如说家庭主妇啊 这个所谓的家庭主妇 那要是真的说男人要是完成了赚钱这个事了 啊 我们女人呢 这个巴不得啊 这个 做啊 做专职的这个家庭主妇啊 有什么不好的吗 女人在家里边做家庭主妇啊 这个不出去操劳劳累去 哎 这个也是你男人脸上的这个荣光啊 对不对 这个 那现在社会 你看有这么多问题 那么多问题 所谓的说就是男女平权了之后 男女平权了之后呢 又变成了什么了 又变成了两个人 各自工作 各自怎么怎么样 我总觉得很脸吧 啊 要是这样的话呢 你夫妻能恩爱的在一起 教育下一代呢 啊 上 可以啊 如果要是夫妻有什么问题了 我又看到了近二十年啊 养儿育女 夫妻这个离婚啊 这个甚至于打架 甚至于暴力啊 这个暴力相向 那这样他们这一代二十年啊 这个实际上三十多年也是这样啊 如果这个孩子生产在这种啊 父母破裂的这个婚姻家庭啊 对于他的心理成长啊 性格的形成各个方面 就难怪啊 现在在国内动不动说 不生孩子 不结婚 心里有问题啊 这个简单的呢 抑郁焦虑啊 严重点的呢 就就就就精神积患啊 这个甚至于动不动就要死要活啊 好吗 我在随后的话呢 会把啊 我心目当中和八字里面所看到的啊 那包括这个 比如说 哦 你的八字里面作为一个男人是如何看财 盲派是如何看财 包括你是一个天生的有钱人呢 还是说你的这个财官 富贵 是这个 从前世到今生啊 这个论格局 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格局这种东西是论 前世今生的财 哎 这个 包括 想成为一个有钱人 那就是说在年轻啊 在什么时间里面啊 那有些人呢 很可能是在买房子啊 这个上边 实现了这个 经济利益啊 增长 那他的风水价值呢 从房子本身的价值 以及啊 将来的啊 这个房子能通过他的风水 能够使得这个男人在这个房子里边啊 这个保证他有很好的赚钱的能力和机会啊 包括一个人的工作职业啊 这个男人的话呢 要从什么呢 要从他的学业阶段呢 就开始直接对应着这个将来人生的选择啊 人生的选择里边呢 又有几种啊 那他这样的话呢 从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求财的方式 又决定于他的性格里边很多的习惯性和擅长的 很多擅长的东西是在高中啊 在大学的初期就已经完了 又有多少人 他的学业跟他的将来的工作是不对应的啊 包括啊 这个从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习性上啊 来看这个啊 有钱的和啊 没什么钱的生活习性上的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有的人呢 他就感觉这个很有时间啊 才好的人呢 就感觉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啊 这个包括啊 这个有些人说啊 你是每天自己花时间啊 整理内务 整理家务 还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挣钱不是很多的时候 你家里边就开始找这个小时工啊 找工人啊 找什么人啊 负负责你家里边的整体的这些啊 劳动性的这些工作的啊 他都跟我们的八字里边呢 有对应啊 我在说 女人犯桃花这上边呢 女人要了解自己 女人要知己 知道自己啊 男人呢 男人要什么呢 要有责任啊 责任啊 包括说什么的意思呢 男人才好的人呢 他都是那种责任心啊 特别好 特别那什么的啊 当一个男人要是自私了 只关心自己了 那他这个 将来的家庭啊 将来的另一半啊 很可能就很难啊 有多么大的这个 多么大的好的 这个什么东西啊 包括什么呢 我们说 这一个人的这个社交能力 以及啊 这个九种职业啊 只有九种职业的这个 对应着八字里边 识神呢 各有他的属性啊 这个他八字里边 这个笔尖财是怎样的 啊 这个 识神 生财的能力是怎样的啊 那从女人的这个 知道自己 实际上我说呢 说桃花 其实完全说的是生活 以及这个 整个的 那你比如说 笔尖 坐下啊 坐下呢 要是这个财 能升官 识神啊 在地支里边 这个很可能呢 这个女人呢 就是很精神 很有乐趣啊 这个做人呢 又很慷慨 很大方啊 这个说多情呢 我们就说 要是有一个 值得啊 这个你为他 爱他的这个男人啊 你做出来的所有的情呢 都是围绕他一个人的这种多情 那有什么不好啊 好吗 日之 要是有印性的啊 人生日啊 这个 以害日啊 有印性的人 那很可能 你的另外一半的这个男人 就是属于 可以负责的 尽职尽责的 啊 这个 担任好 一个好男人 好老公 好父亲的这个责任的人啊 甚至于 他八字里边的 木星 要是旺盛的 他又是一个什么呢 宅心仁厚啊 呃 要是 笔节星 在日之上边 笔节星在日之上边 一般都是专路阁 甲银啊 乙卯啊 丙武啊 这种的啊 这个 要是这种专路阁的人的话呢 在日之上边的话呢 那就很可能呢 呃 有一些啊 无能性的表现呀 或者有些言行上边啊 相对比较粗鲁一点啊 你们彼此之间的话呢 呃 要协调好了 有一方为主 一方为辅啊 要是专路阁的人呢 男女同权啊 这个在家庭 在生活 在消费 各方面都是平权的 这个 很难 很难走完 这一生啊 我看到的专路阁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 一方 这个赚钱 一方呢 在家啊 这样的话呢 分出主次来呢 更好啊 专路阁里边呢 也有女人赚钱啊 男人在家 这种结构 但是这种结构的话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很可能 夫妻的这个年龄啊 相差的比较大 哎 还有的话呢 这个 有可能是少年郎啊 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这个 早期这个男的呢 赚钱 然后呢 呃 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女的开始这个赚钱 走出家门了啊 山官 山官女好不好啊 这个石神跟山官 要在地支上边啊 那关键是看他 有没有冲动的 你比如这山官呢 冲山官女呢 我们要看财 八字里边有财了 山官生财去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是说他活的呢 很张老啊 很那个 很操控 很操持 内心里边呢 很操心啊 这个学习啊 各方面的多学啊 但是呢 三天两头呢 就换了 变了啊 这个男的呢 要乐于看到你老婆的这一切的话呢 哎 你也就接受他就行了啊 要是山官不见财 那就变成了冲动 变成了在很多没有智商 或者是没有情商 没有这个温馨的那一面的表现啊 这个男的 总之要想成为有钱人 具体的根据他八字里边的这个特性 我们帮他选择干什么干什么啊 女人要想成为是一个头花漂亮有趣啊 让你老公一辈子啊 这个都怕说啊 我老婆会不会跑了啊 我老婆会不会不爱我了 我老婆会不会跟别人去了啊 好吧 你内心里边知道啊 你就想跟他一个人 但是呢 你别表现的什么呢 这个刚33啊 完了之后都好几年 好几年不化妆了 好几年不做头发了 好几年不买新衣服了 好几年不跟 这个 不跟你老公看电影就行 反正你也别说 这个 什么什么的 他这个呢 都跟我们的八字上面的 很多细节对应 好吧 好吗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